一般烙鸡菌能在哪里煎乱也算煮痛 不过一家联傻面包店 在这里做的 烙鸡菌用够到L4面包当中 因为在鸡皮肌 没有在客家中的阿婆 所做的烙鸡菌 有些消费者是在温馨 也想说的 带来到鸣家妈妈禁止 带来去看烙鸡菌 带来到鸡皮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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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面在酱皮肌 带来到鸡皮肌 一般,鸡皮肌 一般美食 中鸡皮肌 等于在酱皮肌 致用了鸡皮肌 上面有鸡皮肌 谢谢鸡皮肌 不用les 鸡皮肌 不用了 全是鸡皮肌 只用了鸡皮肌 用了鸡皮肌 而且拿到鸡皮肌 剁肉 运用金镶 抹鸡 加入鸡皮肌 将其双易 菜池色彩也好紫密 他帮我们亲自去菜种 因为第一个这样子 我们就不会有荣耀的一个问题 然后再来再经由他 用传统客家的那个 腌制菜脯的方法 要经过盐的腌制 然后还要有经过那个日照的 太阳的照射 但这样才能制作是真正的 道地的传统的菜脯 在六佩泰台出的时期 面包店要谈吹 虽然没有在下家中 天天阿伯婆 一般现在房间上 不是用传统的工法制作 都是用机器去烘干它 甚至也还有很多都是 加了过量的防护器 那这让我想要说 我想要找到一个用苗栗 那种就是客家那种 传统的做法 我觉得这样子 做的菜脯才是道地的 同台提供联合作 专门推出 时间内适逢和人送品 然后挑战好议 毕竟的旧旧 很善适的到六佩泰台 有的六佩泰台 哪里做胖 为什么比较滴买胖感 没了解到客家中的 T-C冬天赛品 对待通菜梯农村的 紧急发展 客家先问几次令 事业特别播出